大片窗台 晒日公寓 戶外游泳池 疫苗便停机坪 长达88公尺 可以容纳14位宾客的超级游艇 现在已落入法国政府手中 整艘游艇价值1.2亿美金 和台币33.7亿 据传是普京亲信 俄罗斯石油公司巨拨 蟹琴所拥有 因为来不及开出地中海 遭海关扣押 电信矿业富豪乌斯马诺夫 仅6亿美金的游艇放在德国汉堡船厂翻修 以及俄国第四大富豪摩达雪夫游艇 同样也被意大利保管 躲不过全球制裁 欧美动用金融核武 以经济制裁冲击中产阶级 原本握有政治发话权的 俄罗斯高官和寡头 也因为生活水平失去平衡 逐渐把矛头对准普丁 尽管国际经济制裁只能够发挥部分作用 但寡头和普丁关系 犹如鱼帮水水帮鱼 一旦一方失衡 另一方也无法受惠 随着制裁力道加大 或许能因此制衡普丁 进而阻挡 下一步侵略演习 新闻黄澄宇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